今年9月19日 第八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 主题为马耀江苏三年前球 将在江苏省南京市隆重的举行 大会过后还会到苏州 无锡和泰州三个城市去会后的考察 无锡是因为它是物联网 以及智慧城市的重镇 苏州是一个创新科技 强调的是各种新的产业 而泰州我们强调的是大健康事业 今年大会的论坛主要的四大领域 先进制造业 生物医药产业 农业和食品业 理由即服务业 本大会的宗旨是通过学者的指引 来分享助进马中双边贸易 让企业在一带一路的经济策略下 破产商机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正是从江苏下水出发 七下西洋谱写了中华合作和友谊的历史篇章 进入新时代江苏愿意马来西洋 写所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 共筑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南京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 南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站上了新的发展平台 站在新的起点 南京愿同马来西亚共同努力 丰富合作内涵 创新合作方式 推进双方合作 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7年中国连续9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说明了两国的发展前景良好 商机无限 这些活动都是马中总商会提供一个舞台 让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用最集中的方法 和有关的企业在中国来直接的对接 这项活动我们强调的是值而不是量 所以我们只邀请了200位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参加 希望大家掌握这个机会 参加这一次的马中企业家大会 让中小企业走出去 也引进企业 促进马来西亚江苏企业的合作 学手迈向世界